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流事务所 我是佳萨 彭卫生 今天是8月8日星期四 现在的时间是9点44分 说今天的走势低开后跌幅进步扩大 主要都是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说武战争进一步有一个加剧的现象 现在来说会不会是触发到油价再飙升 令到通胀是没办法按下去 第二亦看回日本央行那边的议息记录也放出来 令到大家担心的是有官员表示 需要将长期的日本识率升上一堆水平 都会令到大家担心拆仓潮会不会继续 在昨天的经济数据公布下 没有太大的方向 不过看到美国那边的整体经济衰退 的忧虑仍然在 令到大家对股市方面的信心 又下滑了 看到昨天内地出的进口数据 进口的数据是非常强劲的增长 达到7.2% 比市场预期3.5% 是要高很多 但是就是出口增长只有7% 低市场预期是9.7% 所以就这样看回 昨天的内地股市也好 甚至港股也好 整体的方向 虽然弹上来但是力度不是太大 反过来 大家的忧虑都是在美股那边的 近这几天整体的息率 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之后 美债息都出现短期的反弹 看到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债息都弹了一点 但是未能够令到大家安心 因为始终来说 若看近期的经济数据 的确不会令到大家相信 美国出现一个经济衰退 但是股神巴菲特 继续在市场上高 是减持股份 持有更加多的美债 甚至有一些评论说 美债方面他们持仓量 比联储局更多 都可能令到大家 担心就是说 现在的债息会大幅减低 机会会大了 如果看回美匯的整体走势 经过上天跌到102.16 都是轻轻弹一些 但是反弹力度也是有限 对于美股来说 产生的正面影响是有限的 亦都加上就是说 日圆那边 还是在偏高的水平继续培会 大概是146的水平 都成为大家暂时一个 一个比较关键的水位 会不会进一步升破呢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不单只是日元插仓 甚至说美股方面的下跌 会不会进一步去加剧呢 都是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人民币匯价来说 就经过之前大幅飙升 去到7.08之后 这几天又远一点 暂时都看到 人民币匯价来说 就应该逐步逐步是回落的 尤其是出口方面的数据也不一样 都可能会逐步逐步 向着7.2的水平进发 至于呢 美股昨晚来说 没有太大的 就是叫做下跌压力的 虽然都是跌 但是主要都是在科技类股份 所以看回Vis的数字 都还是叫做反复的 整个的美股来说 跌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 那暂时看到呢 就是整体的下跌 主要都是集中在纳市那边的 那也都见昨天来说 全部的股份 就是如果你看回 跌就有7,018只 那升就有4,631只 那升跌的比率呢 仍然都是比较低 那都是显示着大家 对于后市方面 仍然没有一个 比较正面乐观的态度的 那至于港股来说 昨天就有一弹弹230点 那跌的股份有815只 升的有1,030只 那而呢 在这个走势上呢 见到呢 指数在小时图里面 已经弹回到保利加通道的 顶部附近了 那所以 在短期的走势上呢 未必可以有再进一步 大幅上升 那可能都会受制于 那个小时图的保利加通道顶 那有机会可能都是继续 在短期低位陪陪先的了 那要再进一步上升 必需要的条件就是 美股要做好 日元就不要再升 那而且呢 也都见到呢 资金是重新再回去 那些科技类股份先的 那对于呢 就说过来说 昨天的走势呢 一些的电子商贸 互联网股 银行股 保险股 电信股都做回好 尤其是油股呢 也都做回好 那都是 令到市场是很转 那么 见到那些叫做 牛郡正来说呢 没有新的部署 那就是 大家还是看淡为主的 这个大家值得要留意 那尤其是如果看回呢 就是牛郡正那边的重货区 它是16300去到16500附近呢 那都还是未能够脱险的 整个的走势 会不会站在16670点这个 关键位留上呢 那大家就真的要 打醒12分之精神 如果跌穿的话呢 就要做一个的短期避险部署了 那么昨天来说呢 收市的时间升了230点 见到资金进回来的 那也都相对比较好一点 但是无论含指也好 国子也好 都有超过17亿 以及去到35亿的资金 那而且也都见到 坐货率是挺高的 那去到今日 那就是早段时间来说 跌104点 现在跌的幅度呢 去到169点 那而早段走的钱呢 都不算多 那就只是6亿左右的指数 含指呢 是有资金走的 那而国子是5亿9 那波子是4亿1 那但是这个抛货比率呢 是全部大过7成 就是今天来说呢 基本上跌过走势呢 就形成了 那只是那个跌幅来说呢 我自己会相信 就是大概200点以下的 那会不会就是最终倒升呢 我就觉得今天不会的 因为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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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货率也相对比较多 大了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 挺厉害的因素 加上呢 就是说在那个行指也好 国子也好 和科子也好 那见到那个资金动力呢 都是比较弱 比如好像呢 在这个行指里面呢 流入股份的资金呢 是每个是说500万 流出的资金呢 每个是1400万 那而呢 国子也是呢 流入的资金500万 流出是1900万 那全部都是流出为主 那都要小心了 那而看回现在来说呢 那整体指数呢 都还是维持了呢 就是叫做 反过局面呢 那我们也都见到呢 就是行指呢 暂时都是在 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和中族的水平附近呢 那要再进一步 就是好转呢 那相信是有 就是需要更加多的时间 去消化的 那那 那大家可能都是 继续留意着 16,670点这个位呢 这个位呢 可不可以站稳 那未来呢 继续有数据公布了 那进出口数据出完之后呢 那 星期五就会出 居民那个 消费物价指数 和PPI的 那两个数据出来 如果 还是继续表现 内地的通缩 未能够解决的话呢 那 那连内地A股 继续跌的话呢 港股呢 真是没有运行的了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收看 那我们明天呢 再update大家 那希望我试 短期内可以 站稳呢 那大家呢 就没那么担心的 那多谢各位收看 那记得走之前呢 给个like我们 还有呢 是记得subscribe 那也都大家 是可以的话呢 那将影片 是forward给你的朋友 那么share 给其他人呢 让更加多人 可以利用回 数据作为 一个分析大事的工具的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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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